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2022年11月30日 OpenAI公司发布了ChatGBT 这是一个由大型语言模型驱动的 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该工具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语言 能够与用户进行高质量的对话 甚至还能撰写邮件 视频脚本 文案 代码 论文和小说等等 由于在同行中具有很好的性能 ChatGBT推出仅仅两个多月 就引爆了全球 除了关注ChatGBT性能本身以外 其实业内的人士 更关注AI梦之队的成员 到底他们都有什么本事 才能让他们在全球大型语言模型 创新技术领域如此的独领风骚 根据OpenAI的官网显示 对ChatGBT项目做出贡献的人员 一共87人 最近质朴研究和Aminer 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 即ChatGBT团队背景研究报告 对该团队成员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 我们今天的内容也主要来源于该报告 从ChatGBT团队的职位分工看 研发人员一共77人 占比88% 其中含有一名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即沃伊切赫扎伦巴 他也被评选为2023年 AI2000机器人领域最具影响力学者 产品人员一共4人 占5% 另外有6人的职位信息无法获取 从成员职位构成看 该团队没有配备技术与产品以外的职能人员 例如公共关系 市场营销等人员 而是高度聚焦于技术研发 由此可见 在数字化传播时代 一款人工智能产品只要性能足够优异 即使没有配置专人做推广营销 也能够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内引爆全球 从ChatGBT团队的年龄分布看 20到29岁的成员一共有28人 占全体成员的34% 30到39岁的一共50人 占61% 40到49岁的仅仅3人 如50到59岁年龄段的成员 60岁以上的有一个人 经过计算 该团队的平均年龄为32岁 由此可见 90后是这支团队的主力军 他们引领了这一波大语言 大模型技术的创新风潮 这说明经常被认为 研发经验不足的年轻人 也完全有可能在前沿的科技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 在ChatGBT团队中 27人具有本科学历 25人为硕士研究生学历 28人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占比分别为33% 30%和37%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顶尖研发团队 其成员的学历 并非清一色的研究生学历 而是本硕博人数相对均衡 从ChatGBT团队成员的 毕业高校分布来看 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最多 一共14人 其次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一共10人 第三是麻省理工学院 一共7人 我国清华大学与卡内基梅隆大学 并列第7名 各有3人 其他毕业院校 不乏全球顶尖大学 例如牛津大学 东京大学 康奈尔大学 亚洲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等等 总体来看 ChatGBT的团队成员 绝大部分拥有全球顶尖 或知名的高校学位 另外其毕业的院校相对分散 前三强的高校只占总人数的37% 在ChatGBT团队中 有6人曾经毕业于中国高校 其中3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 并外有1人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 北京大学 香港大学 1人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台湾交通大学 ChatGBT团队成员主要来自于外部公司 高校应届毕业生 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教职人员 其中人数来源最多的外部企业是谷歌 一共有10人跳槽加入 来源人数超过2人以上的外部企业 还有Facebook Strave Ruber Quora Invidia Microsoft Dropbox DeepMine 等知名的科技公司 作为应届生 直接加入ChatGBT团队的 一共有11人 其中5人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人来自斯坦福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卡内基梅隆大学 和哈佛大学各业人 可见在ChatGBT团队中 无论是来自于其他企业 还是作为应届生加入的人员 他们的背景都相当豪华 另外 一名ChatGBT研究员 曾在2015到2019年期间 在百度美国研究院担任研究员 2019年从百度离职后 加入OpenAI担任研究员至今 到目前为止 ChatGBT团队已经离职员工有4人 离职率为4.6% 即使从ChatGBT团队离职 他们也并没有去了外界想象的大厂 而是仍然选择具有创新潜力的创业公司 或者机构 ChatGBT团队一共有9位华人 其中5人本科就读于在中国内陆高校 三人大学教育经历 均在美国高校完成 一人信息不全 对于毕业于中国内陆高校的华人成员 他们均在本科阶段就读于中国的内陆顶尖高校 之后赴美深造 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 然后加入美国的Drawbox OpenAI等创新型公司 ChatGBT是OpenAI公司 在大型语言模型领域多年技术积累的结果 与ChatGBT相关的前沿关键技术领域 有RLHF 及人类反馈强化学习 GPT1 GPT2 GPT3 Codex InstructGPT WebGPT等7项 统计发现 ChatGBT团队中一共有两人参与了 其中4项关键技术项目的研发 他们是高级研究员欧阳龙 和研发工程师 克里斯托弗·黑赛 他们均为机器学习领域的专家 华人欧阳龙是InstructGBT论文的第一作者 是RLHF论文的第二作者 可见他是这两个关键技术项目的核心人员 另外有9人参与了 其中的三个关键技术的项目研发 因此上述11位成员 是ChatGBT项目的相对重要的贡献者 在上述7大技术项目中 ChatGBT团队成员参与人数最多的是 CodeX项 共有22人参与 占总团队人员总数的25% 其次是WebGPT和InstructGBT 一共有9人参与过 第三是GPT3 共有6人参与过 第四是RLHF 共有3人参与过 由此可见 ChatGBT团队成员在生成式预训练 语音模型领域有较深厚的技术积累 特别是1%的团队成员曾经参与过 同样基于GPT3的CodeX项目 对之后成功研发ChatGBT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性别分布看 ChatGBT团队中有女性9人 仅占总数的10% 男性一共78人占90% 由此可见男性是该团队的主导 女性成员占比较低 该9位女性成员中有两位是华人 及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翁立莲 以及Stefan林 分析发现9位女性成员均拥有世界名校教育经理 另外除了翁立莲和卡塔琳娜 斯拉玛以外 其他均为90后 名校和年轻是他们身上显著的标签 在ChatGBT不足百人的团队中 有5人属于全球人工智能各领域的顶尖学者 其中两人为OpenAI的联合创始人 两人分别被评为机器人和机器学习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可见技术型顶尖学者 对创新型团队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报告也对国内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发展 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点注重科技兴趣和信仰培养 鼓励优秀年轻人投身于前沿的技术创新浪潮 第二点大厂的前沿科技创新皮态显现 鼓励年轻人将目光投向创业公司 第三点海外华人学者 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鼓励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